哈囉 大家好 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宅男行不行》這部影集 男主角謝爾頓就是左邊那個一直說話的高個子 他是一名理論物理學家 擁有高達187的智商 還很愛說一些難懂的話來凸顯他比你聰明 他的個性也非常吹毛求姿 形式一定要按規律 又欠缺對人類幽默和諷刺的理解能力 時常鬧出一些笑話來 這天他跟同租一間公寓 智商173的實驗物理學家 不善交際的好友倫納德 一起來到高智商晶子銀行 想要靠賣晶子賺錢來升級家裡的網路 可是當他們拿到捐金表後 男主角卻突然覺得他做不到 認為這種行為是在犯基因詐欺罪 因為他不能保證他的晶子 將來一定能生出高晶商的後代 像他的姐姐跟他擁有同樣的DNA 卻只能在素食店裡當服務生 齁齁 瞧不起服務生是嗎 倫納德則覺得沒什麼大不了的 能把網路升級才是重點 畢竟這可是男人的命脈啊 男主角又繼續說 要是那些把希望寄託在晶子上的女性 到時發現小孩連曲線下面機 該用積分還是微積分算都不知道的話 他會怎麼想呢 一定是無法再愛那個孩子了啊 欸屁啦 我也不會好嗎 根本不會有這種事發生好嗎 反正最後兩人就決定放棄捐金的離開這裡 之後他們一邊聊天一邊回公寓 這時他們驚訝的發現 房間對面進搬來一位正妹新鄰居女主角 兩人便馬上上前和他打招呼 女主角也熱情的回應他們 說自己叫做潘妮 以後有空可以一起喝咖啡 聊完後他們回到家 倫納德就春心蕩漾的 想約女主角一起吃午餐 因此他開始說服不願意的男主角 說可以擴展一下朋友圈什麼的 男主角則回答 他的網站上已經有212個好友 不需要再多加一個 那當然身為宅男的男主角 根本沒見過這些人嘛 實際上就像肥宅一樣沒朋友啊 而已經被殺到的倫納德 就決定不管他的 直接去邀女主角一起用餐 但女主角一來就立刻出狀況 因為他很巧的剛好坐到男主角的位置 這讓他非常不滿的開始長篇大論講解 為什麼他一定要坐在這個位置上 像是冬暖夏涼啊 看電視角度剛剛好啊 不會脖子酸什麼的 倫納德聽完後 就受不了的拜託他隨便找個位置坐 因此失去座位的男主角 就像人生失去方向一樣 迷惘彷徨又無助 不知道到底該怎麼辦 接著三人一邊吃飯一邊聊天 做些自我介紹之類的 但聊沒兩句 女主角就講起自己的感情事 說他愛上一個渣男被對方深深傷害 還難過的哭了起來 更妙的是 哭一哭 女主角就說什麼 家裡熱水氣壞了 能不能跟他們借浴室洗澡 哇塞 最好是啦 看得肥宅生氣氣欸 我也想要家裡有妹子的香味啊 雖然呢 主角很想拒絕 但看倫納德一副乾淨滿滿的樣子 也只能答應 不過女主角進去沒多久 主角們的另外兩個朋友竟突然跑來 分別是穿紅衣服 把妹技術很爛的霍華德 和完全不敢跟女生說話的拉結 這時 女主角因為浴室有些問題的 結果這浴巾出來求助 就剛好碰到這些朋友 霍華德一看 興奮的馬上說起各種語言 想吸引女主角注意 只是這種方式當然拔不到妹子嘛 那等浴室維修好後 女主角就拜託倫納德去找她前男友 替她拿回留在那邊的電視 所以倫納德就帶著男主角一起出發啦 只是男主角覺得實在太莫名其妙 幹嘛為一個女生大老園跑去拿電視 於是她不爽的分析這一切 並推論出都是因為 倫納德用下半身思考的關係 很快的 他們就抵達前男友住的大樓 可是當他們按鈴說出來訪目的後 馬上被前男友拒絕 而男主角就很開心的 認為計劃已完成 打算拍拍屁股走人 不過很懂她的倫納德就告訴她 如果碰到這點小麻煩就放棄 我們是不可能完成任何科學研究的啊 男主角一聽 瞬間明白 這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不該放棄才對 她便立刻道歉 然後繼續和倫納德討論到底該如何進到大樓裡 只是兩人想破頭也想不出辦法 倫納德便安慰說 安啦 我們兩智商加起來有360 怎麼可能辦不到咧 此時 旁邊突然出現兩個 智商加起來大概有500的小女孩 隨隨便便的暗暗電鈴就把門打開了 欸 你們兩個也太沒用了吧 總之主角二人就這樣順利的來到前男友房前 但沒想到這個前男友又高又壯 看起來一拳就能打死他們 接著 倫納德就勇敢的說出需求 男主角也說 他們的智商高達360來壯壯膽 所以最後 他們就徹底的失敗啦 不僅被趕下樓 連褲子都被搶走 只有慘而已啊 之後他們氣散的回到家 女主角看到後感到非常抱歉 就擁抱他們表達謝意 還說要請他們吃晚餐爆達 於是一群人就上車出發吃飯囉 那其實影集後面 還有男主角趁半夜跑進女主角家 做些奇怪的事 或是想除掉一個比他聰明的小孩 至於倫納德到底追不追得到女主角 又會幹出什麼樣的蠢事咧 你就自己去看吧 看完後我就在想 要是飛摘也有180的智商 一定會投身到科學產業 創造人工智慧機器人 這樣飛摘就能有朋友啦